穿着军外套俄罗斯总统普庆亲自坐镇监督正在举行的东方2022军演 只见普庆与身旁军官交投接耳还不时用手笔画 对俄罗斯军队部署相当关切 美国乌甲大厦表示 俄罗斯传出向北韩采购数百万枚炮弹和火箭弹 很可能俄军补给出现了问题 除了如何将弹药送到乌克兰 北韩的军武能力也让外界质疑 只是面对后勤可能断粮 现在俄罗斯只能继续紧咬核电厂的攻击 都是无军发起的 俄罗斯双方为了核场攻击炒不休 但IAEA的人员还在视察却发出警告 AEA的总干事表示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来避免核事故 重申设立非军市区绝对有必要 TVM新闻综合报道